泡茶很淡 淡有淡的滋味 泡茶很浓 浓有浓的滋味 是对还是错 都是对 你有错没有对 所以我们在泡茶当下就是用心 当下用心 就是要请人家喝这副好茶 今天的这个课程是非常非常细致的 而且它的实践性非常的强 可以让我们有一个临场发挥 平时经验积累 师姐是真的很用心贴心 而且是用她的智慧在传承 我们那里的茶的可选性非常的多 但是那只是仅限于喝茶而已 它就是会有很多花样出来 她喝茶喝的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子的 能够入心 能够入我们的细胞 然后去感恩这一道茶 这是我们所要带回去的 落实到我们周遭的菩萨身边去 让他们真正懂得这个茶是集天地 它的精华 在那种无我状态下去呈现最好的东西 在上海我们会跟着 那就是姐一起办那种茶道 人文推广 那我们就是跟在台后面学习 那这一次回来的话就是有整个很系统的一个流程出来 老师有给我们一份单子 那我们的思路可以跟着这一种单子 然后一个一个检验 检验我们在备办的过程当中 或是在思考的时候有哪一些地方是漏掉的 哪一些地方是我们有考虑到的 或者是已经太过了有抢劲的那种感觉 茶道客老师其实是着重很多法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上海 师姐带我们是实作 就是很近距离的跟社区里面的会众们做接触 但是这两方面总是要有个结合 才能够走得更踏实